大家好 我是韩璐 一个比较了解无人机 并且拍了很多无人机节目的汽车博主 这里面网友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说韩哥你的无人机是有拍节目 同时你们有专业的剪辑团队 所以你用得着 但是我的无人机看了你的节目种草了 买过去之后全都落灰用了 除了拍视频之外 它还有什么巨大的价值 我今天就跟你聊几句 包括飞无人机的时候几个最简单的小窍门 无人机其实最大的价值还是录视频 咱们先回顾一个我之前非常种草的 四分多钟的一个视频 大家一定要看完 一定会看完的 随着就看下去了 特别的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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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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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完回来了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激动 又想赶紧拿出无人机去飞了 但是说实话 确实是无人机的素材下列是整体比较大的 大家是没有专业后期能力的话 那些素材拍下来 你是很难给它应用到自己的很多传播上 这也是确实 为什么无人机经常会吃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并不是它飞起来多难 因为冲上电飞起来也不是太难 它随时你不飞它就停在那 主要就是录下来这些东西之后 大家没有在这儿用 所以当无人机如果你不想拿它拍视频的话 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拍照片 照片也能很大程度内的 改变你整个看景色的一个视角 你不拍视频 拍照片你总会 这些照片你最终存到你的电脑里面 把它发成不管是朋友圈还是微博 也还是发到B站这些地方 是能得到很多的粉丝的 所以照片是很能彰显一个人在高空取景 挤你换一个视角 换成上帝视角去看你的景色 同样一个你经常去的公园 如果能换成辅拍的视角 也许能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 包括我们出去在外面拍各种各样的节目 很多的时候我们照出来某些的照片 至今还是我电脑里面当成桌面的很多的壁纸 那就是一个无人机出来的照片 其实它那个画质跟你手机差不太多 但是就是让你的视角直接拉高了几百米 能看到的东西感受到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帮助你去对未来的一些的科技 包括对美好生活向往感的一个种草 包括小朋友 因为无人机的视角一旦拉起来了 哪怕你不拍照 整个看世界的一个感觉那种通透度 整个那种的心情舒畅度 有的时候心里比较郁闷的时候 因为有些事都会把无人机升起来 看看景 那个舒服的感觉 那个蓝天的感觉 包括那个有点地面灰蒙蒙都压在我的镜头的中下方那种感觉 一下就通透了 真的是非常爽 包括你的小朋友通过这些事 对于整个科技的产品有更加的了解 包括那种飞翔的感觉 这都是无人机能给你带来巨大的一个作用 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在自驾的过程中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路是比较难以判断的 在这种时候 无人机就能起到一个重要的关于看路的作用 我们在某些山边那边转过去 不知道路怎么样 或者是前面这条路越来越难走 越来越窄 几乎就没有掉头的可能了 这种时候趁着还有掉头的机会 我们把车停下来 把无人机升上去 哗一下往前 直接飞一两百米 甚至两三百米 包括我们把视线拉高了之后 能发现说 这个路前面还是有宽路 包括上面还是有平台的 这个在我们越过程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玩法 它不仅仅是一个拍摄工具 它还是我们的一个看路工具 所以就是排在第三顺位 第四顺位就是拿它去看一些无法达到的景色 比如说我们上次拍阿里的游记 在圣向天门的那个地方 当时因为疫情封闭了 我们跟圣向天门之间就隔一个小山坡 但是就是不让你过去 于是我们就把无人机起来 在一个特别好的状态下 看到圣向天门远远在远处 当然了因为中间还有几百米的一个距离 隔着小山坡我们也没法飞过去 因为无人机一旦飞过去的话 往前飞那个小山坡就会把信号阻挡 所以我们把无人机升起来 尽可能的往前飞 到了信号的边缘 这么着远远眺望着圣向天门的 那个大象鼻子的感觉 还是挺好的 否则我压根就 哪怕在无人机画面里面 我都没有亲自见过圣向天门 所以拿无人机去看一看那个景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满足 对吧 这也是看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最后一条就是无人机在户外的过程中 是特别好的一个社交工具 你拿着无人机 当你去一些比较相对困难点的村子里面 你跟本地的小朋友想迅速的打成一片 包括你跟本地的很多的什么联防战士之类的 这些的民兵 或者是给你村子里面稍微找点麻烦的这些本地人 你拿无人机给他们看看这些事件 原来他们住的村子的天空看是这样的 都是可以让你拉近跟本地居民的一些亲近度的 比如上次我们拍节目 去的骨骼王朝的卫星城 那个地儿叫多香古堡 一进去之后 这个联防队员夸下就跟我们围了 因为那个地儿基本上没有游客去 我们一个大车队突然间就去了 那是一个古堡 是个文物单位 那你是怎么回事 因为它是在阿里非常偏远的地方 非常非常偏远 你想阿里无人区的很偏远的地方 语言沟通也不太清楚 他们说的话我们也听不懂 但是当我拿出无人机这么着一飞 他们就立刻明白了 原来他们一直守护着多香古堡的底上 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从来没有看过 非常非常的激动 就甚至抱着我这个那个的 再给点方便面 然后给了半箱啤酒之后 We are good friends 就特别特别的亲切 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所以无人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工具 所以除了录视频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作用 我们出去哪怕不录视频 也会带着无人机 其实挺有意思的事 那关于无人机的一些小技巧 最简单的一点来说的话 你飞无人机的时候 主要指着录视频的时候 因为你要是就是飞飞看 其实无所谓 录视频的时候 很多人也录不好 虽然我们今天不主讲录视频 但是我只讲一两个小诀窍 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无人机里面 你这个轴 这个轴 你这么着动 叫做动航向轴 对 然后这种叫滚转轴 这叫滚转轴 对 然后无人机这样叫做抚养轴 这就是三个轴 理论来说 就是你这么着平移这个轴 整个无人机平移 对于你的画面是没那么敏感的 因为它的空间感非常大 它那画面很大 所以在你小范围的这么动的时候 那画面动的还是很小的 所以是不敏感的 同时让云台低头的这个动作 你在飞的过程中 特别柔的 让它去低头的话 整个来说 画面的质感也是能有保证的 最差的就是 你一旦动航向轴 因为无人机动航向轴 它是很敏感的 这个航向轴一动 这画面立刻就low了 特别特别的low 所以说飞无人机的时候 没有大问题 你要想稍微微调点 它左右的情况下 别动航向 而动你的水平平移轴 你说想往左边移点的话 稍微往左边平移一点的 往前飞 这么着 往左前这么着飞 而别是说 我转到这儿 再这么着过去 转到这一下 在飞的过程中 就一下这画面 就没法用了 沿直线飞 露出来的画面 是最保底 最保底的一个 简单的画质的 这么一个保障 当然了 你像我这样的 带引号的高手 我会把航向轴的前段 调的特别柔 同时再配合上 我麒麟臂 麒麟手指 做的特别柔的手指 微操特别好 所以当我航向轴 刚动的那一下的时候 是特别慢 特别柔的动 这么着动起来的话 画面的质感 还是可以有保障的 关于无人机 选哪个的话题 其实我简单说 就选最便宜的 Mavic Mini 因为看我视频 绝大部分朋友 都是无人机的新手 实现前面那5点 哪怕不拍视频的 其他的玩法的话 你也难免会炸机 因为不炸机 不是飞过无人机的 玩的少的话 对于整个三维空间的 一个立体构建 能力是比较弱的 外加上 你对整个的 你飞行场地的 周围的一个环境的机翼 也没有太强的一个印象 哪有树 什么乱七八糟 这些点你也没有 尤其是飞到了空中 你看着这个小屏幕 其实你对周围的感知 是比较弱的 所以就买个最便宜的 一旦炸机也不心疼 更换起来成本 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你这个小飞机练完了之后 再练到一些 相对专业一点的 比如说像 Mavic Air的系列 包括Mavic 3 就是它新出的 在民用里面 最专业的机器 它的飞行手感 跟你的mini有区别 但不是本质的区别 大疆的飞机 就是便宜跟贵的 飞行手感都大差不差 没有那么超大 超大的一个差异 并且整体来说 操作的习惯流畅度 包括APP的统一性 都是做的还不错的 所以当你把mini飞惯了 再飞到Mavic 3 这样的级别 差了十倍的飞机 也不会感觉到说 这个完全不会操作什么 所以就是先从最便宜的开始练 等你练熟了之后 你们再来找我 我再给你们推荐 更复杂的 更专业的 OK吧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前面给你种草了 那个视频 是不是挺好看的 一会看完了这期节目 到尾声之后 再翻回去 再看看前面这种草的视频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那么美的景 配着朴叔老师 跟韩寒老师的歌 真的是很美 OK 我们下集再见